也先欢迎苗可丽 可丽姐 苗可丽 您好 超辣的 超辣的 你今天带来了你的车 我在听到车名的时候 我突然 我想说这也太稀有了吧 是喔 对啊 这个很稀有吗 你不知道吗 现在路上如果看到它 我觉得那个能见度很低 你当时是在2006年 买的这一台福斯的FATON 对 我那时候会挑它是因为 我的这一台前面 其实也是宾室车 那其实后来因为我 就单身以后 我就觉得好像 其实低调一点 因为一个女孩子 在街上开车 所以我觉得低调一点 是比较好 可是我又顾及到安全 然后可能性能什么 都还是要开起来 是舒服的 所以那时候就有朋友 推荐这个车 大家听到这里 你是不是就想说 你本来开宾室 你换乘福斯 因为我们总是那个品牌 就会想说豪华品牌 或者是非豪华品牌 但你知道吗 这一台车 就是福斯当时最极健了 对不对 其实它价位在当年 也不便宜 对 但是我很幸运的是 我那时候买到他们的 就算是试程车 所以我总价 其实有便宜了70万 所以朋友介绍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划算 那我觉得OK 反正我又不是一个玩车的人 我就觉得说又可以便宜 又可以买到我要的车 所以我马上就说 好 可以 试程车我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那时候其实还蛮喜欢 我自己会对一件事情 会找到一个点来 让我觉得我在开它 或者在用它的时候 我会更有感觉 像我很喜欢它的logo 它的logo带给你开心的感觉 当然 你看它的logo是一个M的颠倒 你看我们在过年的时候 不是那个会贴春脸吗 福到 财到 那它像M的倒过来 那就是钱倒 Money倒过来是不是W 这样解读到我第一次听到 你看它有四个角 对不对 你看 人两个 人四个 那你看它这个钱就四个角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钱会来得快一点 就感觉Money一直来的感觉 我每天在开它 就会觉得钱一直来 钱一直倒 其实我真的买了它以后 就是一直很顺 就是事业就是 对 这支花团会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对啊 十几年前 真的 到现在 所以我都没有换掉它 所以我们觉得 你说你看车也有一个M分 对 对不对 感觉 然后你就觉得就是它了 价格当时候入手 比如就先赚了70万 这是你钱自己进来了 然后但是说真的 它车是蛮大的 是 这个事情没有对你造成困扰吗 没有 我那时候 因为我的考量是因为我要载我的爸妈 又要载我女儿 所以我就会觉得我要挑大一点的车 因为老人家上下车比较方便 对 如果是跑车 他们还要爬 爬不过去 所以那时候我就考虑这个 但是我觉得大车 其实你开久也就习惯了 坐在里面没有太大的感觉 但是其实有一些停车场就比较麻烦 像友台他们的停车场 我发现我停进去 我根本下不了车 所以我可能要停稍微 吃到别人的格子一点 所以这一点会比较麻烦 但是你刚才说 我带女儿 或带爸爸妈妈 可是怎么这16年 2006到现在 你刚才一讲里程 我们大家都吓到了 你真的超低里程吗 对 因为我十几年 大概开现在才过三万 是因为我路不熟 那我会没有安全感 只要我没去过的地方 譬如说拍戏 那个点在哪里 宜兰 算了 算了 我就没开 我这个基本上就在市区开 可能开到哪 哪个电视台 哪个电视台 都是比较熟悉的地方 没去过的停车场 我也不开 因为我很怕我下去以后 例如说机械停车位 我是很害怕的 我就不敢停 所以我就变成 没有十足时的把握就不出门 对 这台车不出门 对 所以它就到现在才三万多 但三万的里程 它应该就因此在你的朋友圈 很多人就开始 可莉姐 你这台车是不是 对 有想要换 因为工作人员 有时候我们拍戏 他们会帮我移车 移车的时候他们就说 我发现你这台车真的比我 其他那些装逼的时候 他觉得好像更好开一点 然后他就看到我里程书 他说可莉姐 你要买车 你会先买我 你这个是一手车 女用少开 里程低顾得好 真的 那讲到这里 刚刚讲到这些优点之外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了解一下 这台车的一些典故跟历史 或者是说 不是说 因为这个标志很深 除了可莉姐喜欢之外 这台车在这个品牌里面的等级 Eddie哥 我们可不可以请你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也顺便来检视一下 你以前辈的眼光来看这台车 可莉姐是不是真的顾得很好 首先这台车 我们都知道非同其实是福斯的这个品牌中 应该说福斯在要创造出一个 应该说顶级车款的一个年代 他很顶尖的对不对 对 他当初的研发是说 因为福斯都做国民车 那这个总部就觉得说 老板就觉得说 我要做一台能够跟双臂抗衡的车子 然后这个价钱在台湾来讲说 要过300万 300万的福斯 当年200到300万的时候 大概是E-Class等级的一个车款 或者是更高 所以设立一个计划 就是以这种手工方式打造 像7系列 像S这种理车概念 来做这种比较 外形比较保守一点 你讲到理车 我想到那时候炮华热地 来到台湾 也是这个做接待车 真的就是坐这台车当理车 就是贵宾车 去接送它 对不对 所以它是那个等级 尊贵的 大家比较不认识 是因为它需要一段时间 品牌拓展 但这个拓展的期间 由于这个价钱 实在是跟宾市很接近 同级 大家有一些消费上的喜好 所以在市场上 就没有那么容易成功 可理解算是贵眼独具 车本身没有问题 我们在车子本身的品质 制造跟流程中 甚至德国其实不是很重视 而且要讲一下 因为同属VAG 其实这一台车 它跟Bentally 对 是相通的 就是你插电脑 宾利电脑插这个电脑系统是通的 是喔 可理姐你会觉得 你看吧 好危险对不对 而且那时候让爸爸妈妈坐后座 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S class就是后座买家车 和E class大家也会觉得说 你后面就是很享受 Eddie哥他是不是也是 可以坐一下 我坐进去吗 第一的 就是这个门的开口 你看其实这门开口蛮接近90度 就是便于上下 不会说有的门开得很小 你不好记住它很大 第二个其实在当年 它就有跟七夕姐一样 这个手拉的遮阳帘了 就是要有一个隐私 而且连这个小窗都有遮阳帘 对 比较少拉 你知道吗 我都不知道有遮阳帘 因为它不做后座 我今天才知道 不做后座 可理姐你可惜你16年来没用过它 对 那你上面的天窗有开过吗 没有 等一下可以开开看 我都没有 其实蛮好操作的 因为我很怕我打开了 那万一关不起来 我一个人在车上 谁来帮我 所以我就没开过 到现在 崔莉姐就是这样 我外外不办 我不懂 就少碰它好了 是真的感觉 可是你开 开起来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舒服的原因是 因为我发现它的方向盘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拍戏 可能会有一些道具车 什么牌子的车都有 我发现它真的是比较之下 有一些很重你知道吗 那有一些是松到 你觉得好像随便 它就跑掉了 那它是让我开起来觉得说 它好像真的 很扎实 就跟我融合一体的感觉 好像就会跟着 我的身体摆动的那种feel 所以我还蛮喜欢的 这台排量是4.2 这台是3.2 3.2的 V6 对 同时台湾后来还有进3.0TDI 还有后面的 比较大排气量的汽油 但它当时主流 就是3.2的NA 跟3.0的柴油 那它其实还有出道很高阶 是W12的 对 没错 6000cc 同一个车型 那最近不是很高吗 对 但是尊贵跟高级 以前就是刚输越多 我自己去的 对 对 我的财富是一样的 满满的意思 到位 好 所以你看 车室内真的很宽敞 而且你看是16年前的车 你就已经有感觉到 刚刚讲的那种旗舰的 是 很不一样的感觉 而且我很喜欢它这个木纹 木纹 对 你发现这个木纹 其实16年来如一日 对 它其实都是很好的材质 是的 它作用比较樸实的方式来打造 它的镀银你看 中方都也都很好 而且你看 它的空调 大家注意一下它后座 它B柱上面 对不对 对 那个时候很少有 就是B柱有空调系统 其实不多 所以这都是蛮顶级的做法 往后来看 是 你平常还有运用它的一些 空间机能吗 你说后车箱吗 对 但它现在有点小小的 有了 你看 车主出来就听话了 重感情 你都要叫它两声 它才会开 对 那第二次 它有点 OK 有点严密 对 好吧 快起来 有了 对 不好意思 里面还有东西 对 也是蛮深的 它里面其实还蛮深的 对 摆得 你这个是圣诞节的东西 对 因为我很喜欢圣诞老公 因为只要再回台中 我的娃娃无诞一直没机会 对 其实很深 对 所以你平常真的有要在运一些 什么礼品 对 或者是大型行李 还蛮好 都没有什么困难 对 我觉得它还蛮 对 很深 它大概三套球具是没问题的 三套 对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行李箱的支架 你看 还有这个铝合金结构 真的 对 这个一般车是没有的 就是连双臂可能也都没有这个结构 我们一张猛一看有时候 还不知道 你在改装的吗 对 这是宾利的 跟宾利同样结构的东西 真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 对 天哪 我更爱你了 还有 这个有一个特别就是 我们等一下按这个关起来 对 它这个是后面的锁 它是收起来的 一般的锁都是凸出来 它不会收纳 它把锁收起来 它可能怕你在靠近的时候敲到 所以这个锁部分是先收纳 你跟它关起来 它锁会弹出来 慢慢出来 如果有凸袭物 其实容易受伤 所以维持表面的平整 是高级化的细节 这点德国人就很注重 因为如果你凸出来 就会觉得 一般国民车也这样 那你怎么会那么顶级呢 对 我们把它关起来看 好 要会弹出来 有 它跑出来了 是 我跟讲 我证明艾蒂克说的是真的 因为我刚刚真的蹲下来 对 对耶 这台车好没有趣 重视小细节的高级车就是这样 好 那车室内还有很多豪华质感的铺车 我接下来了解 好 接下来 可莉姐要先发动她的车 因为据说 很有仪式感 很有仪式感 对不对 对 看到了 就是这里 对不对 它会打开 就是我们在Fentory上面 会看到的某些机构 机构 会在Fenton身上出现 而且我觉得它的风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设计 比较不会让你直接 好像是吹到你自己 我在坐别人的车 我都发现我吹得我头很痛 但是它的我觉得不会 这个是它非常非常特别的 一个配备 对 是 没错 就是它这个出风的时候 不会直接吹向正方 它会从侧边 用波流的方式 这样子让这个空气能够 走不一样的方向进来 而且你看在副驾驶座这里 我还可以做调整 就是你还会觉得 很多地方都很细微的 精致感 对 然后我抬头来看 因为可莉姐不是买了这台 这16年从来没开过天窗吗 我说不行 不行 我们黄金线就是为了希望 它的光线好一点 对不对 带的自然光 我们要来开它 可是在开之前 Eddie哥 是 我很少看到 怎么在天窗的这里 会有这个机构 内遮板 这是个内遮板 对 这个应该是比较高级 就是我们一般要打开天窗 换气的时候就换气 内遮板不做特别的一些装饰 但这时候因为 比如说我必须要太阳 我不要太阳 我又要透气 我上面 天窗往上打开以后 这边的气流就可以出去 所以它是可以只开上面 对 没错 就像现在这样 它开上面透气 我们现在是不是试着 要把它的天窗打开 对 我们来全开 它它的机构会是都好的吗 来 这次收起来 好可怕喔 为了这机械运作而已 我们要来揭晓了 它还能动吗 对 正常打开 这是内收式 我很想给它拍一拍手 这竟然是天窗的开箱 第一次开箱 我的车一定很爱你们 可是你会觉得它还蛮滑顺的 对 而且这时候的天窗有内收 有外线 现在我们一般都是往外滑 有没有 周外轨道 这是内轨道式的 所以它收到里面去 所以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对... 这台车真的 我觉得有一种你知道 也开眼界了 因为真的平常接触的少 是 从来没能够真正的遇见它 刚刚可莉姐 她有给我们看一个杯架 这里一个 它可以往下压 开启 你使用 你不使用的时候 弹起来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立面 等于说它有一个遮盖面 你就会觉得是很完整 我不装杯子的时候 一般都是空的 裸空 它把它填起来 而且 它感觉是你知道很有质感 很像那个吸附的门 有没有 慢慢... 这样子 厨房的厨柜也有这种 缓冲装置 开门的时候缓冲 你看它的加热椅 通风椅 也都有避震器可调 配配很满 配配很满 对 而且连我副驾这边 大家有看到吗 16年前的FATO 它除了电动调整 它已经有三组技艺功能 副驾有三组技艺 对 这很高级 难怪很多人想接你的车 幸好没让 你知道吗 而且你看你的 像放在盘后面 一样有换挡撥片是不是 这个 是 没错 这个是当年的换挡撥片 而且换挡撥片的样子 不太一样 对 样式有点特别 刚可以讲一个就是开车 就是说因为德国车 它开有一个直径性 直径就是自然往前直 你不用修正 但放盘很轻手 又让你开得很轻松 所以这两个特点 就结合了让车主 可以轻松的开车 但是又开得出它的稳定来 而且我刚刚还又注意了一下 它是金属踏板 对... 这个是高档的 对 是喔 对 这个配备要买 你看你的踏板 都是金属的 对 就是 就是现在来看它又觉得 有这个好好 有那个好好的 对 这个配备当年都是高配的 跟满党的 所以难怪它当时真的是为了 要跟双B竞争 不是才出了这一款车 我也在想说 我是不常换车的人 你看我就是可能一车一开 就10年 如果说我接下来要换车 其实因为我女儿很喜欢电动车 所以我也在想说 我是不是接下来应该 如果要再换车 就直接上电动车 对 这样就也不用一直换 对 那我们就好好考虑一下 你现在有车上最想要的配备吗 常常听别人说 他车上有什么有什么 你说 例如说驾驶辅助这一种 我最希望能够 因为我是个路痴 然后我开车其实是很紧张的人 我都要抓很紧 所以如果说 今天是有自动驾驶 驾驶辅助 可以帮我开 对 或者是到停车 我也是比较会害怕的 我要有造车雷达 显影 360度 环境 就是可以帮我 我还是可以顾着 但是他还可以帮我 这样子的话 我可能会轻松一点